字幕提供 好吧,那我們開始吧 我們接下來的申請是 ASIKO 跟 OWASURS WASHOP 那其實ASIKO 症狀的追蹤都有 那今天各位唯一要記得 就是這邊有個 link DIT.LY 然後寫線 SAKNA SAKMA 2018-0811 就會點到這份簡報 那如果你有lock的話 就有網路的話 今天就可以進行HASIKO 等一下我們在練習的時候 我們全部是透過 就是Docker的 也就是說 等下會跟各位介紹什麼是Docker 其實就是Docker這家公司啊 他在Amazon的一個賬面 幫大家使用 這都可以使用舞台機器 然後我們透過他 然後透過Docker來去做一些實說 然後今天大概就是會主要讓各位知道 什麼是NC 然後會讓各位去 Hands up 又要去使用NC 然後會跟大家share一下 一般來講我們使用NC 大概做什麼樣的事情 OK 好 所以明顯是GoSoft服務一下 GoSoft服務什麼呢 就是 因為我們那個 OpenSusan的Styria 其實我們每個月都有在幫活動 我們從2016年的9月就開始在幫活動 然後還有OpenSuite Taiwan 跟Styria的 還有DevOps都有在幫活動 那因為是OpenSuite HR的Chart 所以我們來介紹一下 什麼是OpenSuite Project 那我們在1樓其實有個攀位 那什麼是OpenSuite呢 其實OpenSuite 其實OpenSuite是跟Fedora 或是跟Vancu一樣 我們是一個部位系統 那事實上呢 我們有提供一些特色的一些 模組跟一些控制台 那最常被人家講到的就是YASC 那什麼是YASC呢 YASC事實上 你可以把場面類似這樣做 都是一個控制台 所以你可以通過YASC 去做 比如說Server的設定 或是其他的部分 那其實都是GUI介面 或是TY 那比如說你要做個DHCP 你要做個Firewall 你可能下一步下一步 就做完了這樣子 那 有另外一個叫OBS OBS叫做OpenView Service 那什麼是OpenView Service呢 簡單來講說 蘇神人民有提供的服務 你可以把Source Call 丟到雲端上 然後丟到雲端上之後 你可以把它編譯成 不同版本作業系統 同一個作業系統 不同版本的RPM 所以這個 我們常開口來講說 這是什麼 這是牛養在人家裡面 然後呢 然後呢 就是餵飽的主熟 就這樣 就把牛肉切下來用這樣子 那事實上 我們的OpenView 有兩個版本 一個是OpenView Service 一個是OpenView Service 那OpenView 它是一個混動版本 也就是說 它大概是 它大概是每週都在分析 所以如果你是追 配軟體追得很新的話 你可以使用TO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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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只要去ROUND 你只要去ROUND 這個軟體是最新版的 你就可以用TOMB 啊 風險就是有可能 有時候 很欣欣到時候 你的HARDWARE 可能會 好像會有一點 有一點狀況 怎麼辦呢 就ROAD BACK 我回來就好 好 好 然後就是大家今天的捐檔 我們會跟各位介紹什麼是 NCV 然後為什麼要使用NCV 然後我們大概有些 要具備什麼樣的知識 然後什麼樣去執行它 然後什麼是Breadbook 然後給大家一些Reference 那我自己的部分介紹就快一點 就是因為 我是Scarly Air的Member 還有很大的OMEN 書承的Member 那其實參加攝影音最好的 就是因為你可以到 四處去參加會議 或者去做一些Share 那我們進入正題 就是 什麼是NCV 事實上它是一個 自動阻擺工具 所以你可以透過NCV 然後去做一些 不管是網路的阻擺 或是社會的阻擺 或是其他的部分 那事實上呢 在這種所謂的自動阻擺工具 目前各位常看到現在有四種 所以我們所謂的NCV以外 也叫Puppet Salt 跟Chief 那這地方其實會想到一件事情 就是說 為什麼會使用NCV 其實NCV 我們其實有跟Puppet 跟其他社群網友談過 只用NCV一個最大的預知 因為它是Agent S 它不需要給它去裝Agent 它不需要裝成在裡面 那等一下後面會提到 只要這個 這台機器 這個OS 它本身有牌子能夠 所以你會發現到一件事情 所以事實中 第一個 現在很固定的是 它本身都有拍攝 第二個 現在很多Switch 路由 就是那個 路由器跟那個什麼 就是 切換機 它可能就是 支援拍攝 那所以 那時候我們在這家 那個時候 另外一個美國同事 就是透過Azif 去做什麼事情 它去做SDM 它去做Soft-A Define Network 所以現在都網路摸水 透過Azif來做 然後呢 這邊有些線上的支援 就是Azif的 跟一些討論組合聊天室 好 這地方講一件事情 Azif Azif 剛出來的時候呢 其實 它 是Rehead的工人師 出來弄一個這樣的計畫 然後 後來 它又被 Raehead 給收回去 OK Azif 你會發現它上面的例子 跟你現在的模組 有時候可能會都不上 所以在這個頁面的時候呢 最重要的是 最重要的是 如果你有問題的話 第一個請加入 Google的Azif 發覺的聊天室 再上面有問題 回應答的BP大概是 一天大多一天 第二個 這邊的IRC聊天室 如果你是很基本性 馬上要處理的話 你可以到 Freenote的Azif 聊天室 那他們有個專案組成 他們有個專案組成 他們有個專案組成 叫做 好位置叫爆 對 這個我們上次有通訊件事 就是我們去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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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可賣的IP 發現撈出來的時候呢 IP 寫後會加上中國號 然後前面再加一個翻譯 然後我就想 欸 怎麼辦 欸 奇怪 文件上不是這麼寫啊 不是這樣撈的啊 這怎麼辦 然後我們就再搞了幾個小時 很痛 後來去IRC 我就說 欸 欸 為什麼是這樣子 然後他說 噢 我們現在做法變了 那變了怎麼辦呢 他說 噢 你只要在call他之後呢 加一個中國號 然後0 代表他把它放到這裡 你就會撈出來的 那這我們然後慢慢來 OK 所以這個是Azif的官方制約 然後第一件事 為什麼要使用Azif 很簡單 第一個 因為它是所謂的infrastructure code 所以呢 你可以把任何要做主題的東西呢 寫成 它的infrastructure code 然後呢 它語法非常簡單 因為它是用壓模方式來轉寫 所以我們等一下會被看到 然後它不需要 重點是它不需要裝很耐 然後呢 它預設使用所謂的 pull base 預設是使用pull base pull base pull base是什麼意思呢 pull base就是說 當你去執行它的時候 當你去trigger它的時候 它才執行 那什麼是pull base呢 pull base有點像 就是大家按照出去的那個事情 所以使用pull base的好處是 你可以決定什麼時候做這件事情 所以假設你應用在什麼呢 比如說你應用在一些公用電腦的時候 你要定時去清淨這些東西 所以你就會搭配containable來做這件事情 好 好 那我覺得其實 Edgebook 有個最大最大好處就是 它使用什麼 它是使用 它讓你使用原有的習慣來進行固執 這什麼意思呢 如果你現在寫一個模組去控制 所有作業系統的套件安裝怎麼辦 什麼叫什麼辦呢 因為如果是 一天我用的是pull base的話 你就會使用y-mail 對不對 那你如果是使用abian 你會想要不要call some apt 那如果是suster呢 你會call some cyber 所以你先想看 如果你是 是的 好處就是我們後面在針對breakbook的時候 可以選條件控制 就是跟他講說 如果對方是這個作業系統的話 幾乎叫什麼模式 那就可以達成一個我們很想做的事情 怎麼樣很想做的事情呢? 我們等一下後面會提到 很多人在做自動部署 都在做控制的時候 是透過share script 對不對 那各位想念是 如果你要使用share script的話 你可不可以一個share script打全部 不行 除非你要寫超多迴旋 超多衣服派對不對 衣服那是什麼 對不起 在那個share script 你不用那麼辛苦 那還有一個東西 公文 現在很多 這些一般主要其實 除了地上的 就是自己家裡的 你看上面的 就是可以讓他去做這個 所以share script呢 你必須call什麼呢? 比如說你可以去call 比如說 Windows的A9的模組 你可以去call Bitch的Ocean的模組 這等一下我們後面就會看到 然後如果你有管 你聽也要查一下 這邊有沒有人摸 或是去管 有在管Bnware主機 Bnware啊 如果你有在使用Bnware的話 它有個叫B-Center B-Center B-Center 可以讓你有個Tap 有個範文 然後去做對不對 可是我想問一下 如果你在另外的環境 你想要一次建立20台主機 有沒有 或是你在公有語上面 在A9上面 你在D2Ocean上面 對不對 要一次 啊 要做20台主機怎麼辦 傳說中的點24大方 對不對 可是不用啊 可是你只要在A9上面 你Bnwarebook可以做什麼事情呢 你可以用類似用book的方式 回去的方式 就不交代 所以你看等下都是很輕易的Demo 好 所以呢 大家需要什麼樣預備就是呢 第一個 你大概知道什麼叫做SSH 你有什麼SSH 你連線過主機 然後你知道什麼是CameLine 你大概知道什麼是起步 然後你知道什麼是Service 其實這些部分就是 你原本在管原本主機的時候的支持 OK 好 那如果要安裝A9,很簡單 其實各個作業系統裡面 都已經有推薦A9 所以在宿舍裡面 就直接使用Cyber Install A9 在Mac裡面呢 你可以透過Pick 就是Python的管理程式 來安裝A9 然後在CentOS系一樣 你可以使用YUA Install 先把某位Reprosby 把它裝起來之後呢 你就把A9 我包含一樣 你可以透過apt-gap的方式 去安裝A9 比如說在你的作業系統 安系統現在 已經預設大量被採用了 好 所以安系統其實有兩個角色 一個叫做控制端 一個叫做遠端的主機 一個叫控制模式 一個叫Mage Note 那控制模式呢 可能是什麼 可能是你的Node 那背控端呢 就是比如說你要去控制的Service 或是Switch 那簡單來講呢 安系統在控制的時候 很簡單是什麼 它是可以通過SSH 連接SSH 然後呢 去配方被控端呢 去執行Python 去執行你居座的要求 去執行你居座的要求 那其實它的Python很簡單 如果說控制端它2.6以上 被控端2.5以上 OK啊 好 那 講差異 很差異 所以第一件事情 當我只能安系統 跟我使用ShareScript 有什麼差別 那因為我服務 那個 我在那個國家高速網路中間服務 所以呢 我們家裡就很多Custom 很多重型 就是我有一台Master 然後底下會有機遲 還是Lab 那各位可能有聽過 可能有聽過什麼 各位有聽過Spark 有聽過Hardut 對不對 甚至最近可能 各位都有聽過Kubernetes 好 像這種重擊的東西 好我想問一下 如果你要做一個重擊 其實有個Master 有很多 有很多可能 有一個Slap 請問各位 你要如何用ShareScript 去安裝 像這種Cluster 我跟各位報告 我們圖法裂竿的方式 想實際上最簡單的 所以其他主角色是這樣子 前面是做H 名稱 然後呢 1 2 3 4 5 代表什麼 你要執行的順序 然後Master Stave 代表說 這站在Master 上執行 是在Stave 執行 對吧 沒有錯 很多通理是這樣子 以前要選手的要這樣做 因為Strave就走一套 無幫助走一套 對不對 那如果順序做的話 順序做的話 就是復不起來 有一些東西是 Master要先起來 對不對 然後Stave 起來要對到Master 然後Master 然後Master才可以開服務 然後把那個Stave抓下來 這是以前的痛點 那其實剛才提到一點非常好 什麼呢 就是 萬一你去執行ShareScript的時候 那個ShareScript錯了 執行錯誤了怎麼辦 那才是讓你眼淚要掉下來的那邊 會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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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回到那裡的機器 把全面四個 因為你可能三 二十台對不對 你要到二十台 把前面四台 把前面四台 修正好之後再回來執行 你會不會有這種想死的感覺 你會不會 對不對 沒錯吧 甚至你要想辦法 如果你不想要進那二十台 去做改變 你要怎樣 連到二十台 把那個東西全部 再回到第一後池 再弄到此刻 可是在NC4 的時候 其實 有一個讓你覺得很佛心 就是 當你執行失敗的時候 他會在那個目的底下 有個retry 然後你把這個錯誤點修正之後 去自己retry 你就可以從那個地方開始執行 甚至我們在NC5執行的時候 我們可以指定某一個test 然後去做執行動作 那它這樣不一樣是什麼呢 我們NC5執行是針對所有的主機 同時進行 也就是當你使用share script的時候 你可能是一台一台來散路去 然後一台來執行 不是 當你使用NC5的時候 你是所有的主機同時執行 但是它預設 等一下後面我們會看到 預設有所謂fork 這個設定 那fork是做什麼事情 就是你同時要主機機台主機 那這什麼意思呢 假設你有兩個side 然後呢 你有設定什麼 你有設定low balance 你有設定負載人 那什麼意思呢 如果你有10台主機 各5台5台 你可以想說平均 或是說這邊的5台 最多只能2台 或3台以上 它就會翻過來 那你可以做什麼事呢 你可以像NC5說 我有10台對不對 今天一次更新2台 更新完再換下2台 2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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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換 不然你是10台對不對 你走到服務 要路要讓人家上線 OK 那最好是什麼呢 最好是你可以使用fet 跟root 去抓 你要的資料 所以h不算資料 第一件事 它會去所謂取得fet 就是它會去取得目前這些機器的資訊 然後你可以把這些資訊拿來再利用 這個最簡單的講法是什麼呢 各位如果你有連線過DS機器的時候 你SSH過去的時候 怎麼樣 你會放到什麼字 你會放到一個畫面 說你這邊有一把P 對不對 你的主機看起來陌生 請問你要不要跟它連線吧 那你們要線什麼 YES 一台沒關係吧 YES 假設你如果在我們那邊 你要組Glasson 你要組80台 80台的YES 不會你會這樣做 你用另外一個違法的方法 或是不安定的方法 就是說我不要去檢查題 對不對 記了嗎 就電影 你為什麼連線到任何來組織 然後呢 不檢查題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你有master跟slap 你要把所有cluster的時候 master要造所有slap的IP 請問用share script 你怎麼樣把所有slap的IP 取到一個檔案 回到剛剛那個很蠢的方法 回到剛剛這邊很蠢的方法 各位知道我怎麼做嗎 以前在share script時代 我先建一個ftp 然後在slap上面呢 把自己的IP印下去 hack之後呢 可以到另外一台 然後上傳到ftp 然後呢把他堆疊 把他堆疊的pand下來之後呢 最後muscle帶到這個 把他取回來 光這個步驟 你大概就覺得你會不會 可是這個在ensibol 一堂就決定了 等一下你會看到 一堂就搞定了 ok 然後呢 然後呢 還有最後一點 在ensibol的世界裡面 有很多好人 他會去寫ensibol的room 他會去寫ensibol的room 讓人家來套用 所以呢 就可以套用人家去寫好 好吧 那我們等一下 如果你有local的朋友 就可以做一件事情 在我們這張時代 如果這面有個實驗環境對不對 你可以幫我點他一下 這個環境我們特地叫pwd 叫previousDocker 叫previousDocker 所以在這個環境裡面呢 你可以用你的免費的email 去注射一個 注射一個Docker的帳號 好 如果你有登記過的話 你有使用過Docker的話 他這邊就會直接被stop 這是一個 這是一個去燒別人公司金錢的 一個非常好的平台 在這個平台上面呢 你只要按一下這個加之號 他就會幫你開台DM 他事實上是用Docker以Docker 所以這邊就會開台DM自己 好 ok 那你最後可以開到五台 然後這個是放在Amazon上面 速度非常快 好 所以第一件事情呢 請你幫我點到previousDocker 好 那 那 不需要打字的 可以用CopyPass 可以用CopyPass的 好 那這邊要做一件事情 你會去轉 你會去轉 你會去下載一個Docker的email 你會去下載一個Docker的email 然後這個email是JupeHub 那JupeHub它事實上是一個什麼呢 它是可以透過網頁去直立程式嗎 好 請你幫我指定兩個 請你幫我指定兩個 第一個幫我指定一個DockerPool 去把Trim測下來 另外一個呢 去把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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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找了之後呢 一樣幫我ForePass 這邊有一個指定 讓它去執行DockerRound 好 那這指定做什麼指定呢 這指定就是讓你在8000Pool 去執行一個東西 它會開在8000Pool 對在裡面的8000 那你就會看到一件事 你就會看到什麼呢 你就會看到這邊的 這邊會出現一個8000的數字 那你就會發現什麼 你去點那個8000的數字 你就會發現 這邊就會出現一個JupeHub的網站 你看到嗎 那一樣 去幫我執行第二個指定 我們再去執行一個Container 然後讓它執行在8022的頭 所以你會有兩個DockerRound 一個Docker是跑JupeHub 跑在8000Pool 另外呢 Docker是跑在這台機器的8022Pool 可是它對到裡面的22Pool 就是SSH 等一下呢 我們就會拿這個來當被控端 JupeHub的那一台就是控制端 好 請看你參考你的檢報 可以嗎 就是你的檢報這邊 你一直行一個Docker 去RoundPool的發現 去執行JupeHub 另外呢 8022Pool 對到裡面的12Pool 就是一個SSH.dm 好 所以我們點下去之後呢 帳號是A0 立碼是2016 大寫S 然後呢 Study Area S跟A都是大寫 所以呢 請幫我登到裡面 啊 好 然後呢 來 有 有 有 是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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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4,4,4,5. 你會發現這邊有個mask的領域 沒有要下載 但這是什麼 其實我是把Azibo的breakbook 放在tehab上面 所以我當時在包這個Docker之後 就有一行說什麼事情 他就去WGET 去把那個什麼 去把gatehab人抓起來 那這有什麼好處呢 這好處是什麼 這好處是以後你的breakbook 可以放tehab的 你在Juiter的時候呢 他就兩邊就串 好所以呢 一一樣 不過請幫我點一下這個 這邊有Learn Juiter Mask 點下去 然後呢 這邊有一個notebook 然後請幫我點這個 就上面什麼 這個2018-052-CSA 這個breakbook 好 到這邊一樣 請做一件事 做什麼事情呢 請在這個幕幕底下 這邊有一個叫hosts hosts就是你的主機 ID的對應 好 有看到齁 那密碼已經幫你打好了齁 好 那這邊你會看到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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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要讓你成對不對 第一件事 第一件事 Ansible的IP 第二個 Ansible的Pore 好 然後呢 這個possword 請幫我 請幫我 是open 這個密碼 那你說Ansible的IP 這個機器的IP 是什麼 因為我們剛才用 大可做對不對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你的螢幕上面這邊 以我這邊...以我自己來講 我這邊的就是192.168.0.53 看到嗎 這才是一台的IP 的位置 然後它是拍在8022p 然後它又來講話 好 請注意一定要幫我做一件事 就是檔案 它寫不準 好 這邊 你看一下你的Playbook Stock的IP 第二個 Pore in 8022p 然後它說 噢 確認是open soucer OK 那最後會不會成功呢 很簡單 我們去看下一張簡報 所以呢 既然你再回到這邊 這邊也有個playbook 就是在這個屋底下 這個Ansible的open soucer的playbook 那什麼是jipter呢 jipter很簡單 jipter它就是 它可以在網頁上面 幫你去執行程式 那你只要按shift和enter 它就會幫你去執行這個部分 所以做一件事 你可以點一下這個block shift它出來 按enter 我會在這邊 所以這樣做什麼事情呢 這樣跟他講說 這個精態要代表什麼呢 精態要代表說 請在share執行 指引什麼呢 比如說我在jipter 這台主機上面 去指引一個指揮 A4頭 然後呢 我的目標 我是針對誰 比如在機箱 然後呢 我的inventory 就是我的 我的這些ID跟主機 對於就是行李使用 剛剛的host 十個檔案 然後我去執行這個module 這個m叫module 不是我去執行這件事情 所以當你執行這件事情的時候 你在這一個格子上 要修起來 你應該會收到一個pump 我當我在手間行李使用 一方 大部分來講 你的第一個字應該是執行 看有沒有執行到對方 對嗎 對不對 OK 會執行 執行得到就OK了 那你會不會有一個疑問 什麼疑問呢 那下面這些行為大法人 下面這些行為大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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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我可以讓我下一點點 我可以讓我下一點點 好 所以呢 回到剛剛的host 這個檔案 你可以看一下你的檔案 也可以看 也可以看口集 這邊都可以 所以hosts 就是我們的inventory 就是我們的主機跟IP 那這邊你會看到什麼呢 我們這邊第一個主機叫test 它的ID是 4.0.0.53 然後呢 它要連續人密碼 其實不一定要使用密碼來做 其實你可以放棄 只不過因為我們是握個效 那這邊會看到一個非常好用的東西 就是要把群組名稱 然後你下面可以放很多機器 所以我這邊組一個群組叫賞力的 然後包滿test的這台機器 可以嗎 可以嗎 請說 登錄的帳號 登錄的帳號 預設 等一下就會講 不過 我們可以先看 有問題嗎 直接問我沒關係 所以會寫到host裡面 有時候是什麼 有時候是我們額外的要寫的 但是呢 如果每個人都一樣怎麼辦 現在加 這不是remote user 對不對 預設 我用多久登錄 所以如果你是使用公有 你像Azure的話 你的這個就可能是你的Azure帳號 比如Sacana這樣子 可以嗎 所以 所以這邊都會放什麼 一些預設值 我們要提到 好 回到剛剛那個playbook 所以 一樣 在這一行裡面 你按Shift加Enter 你發現也會痛 我要去做一個動作 叫p 我針對summit summit是什麼 群組群組 也ok 然後還有隱藏版的群組 隱藏版的群組 預設群組 叫o 對不對 所有的機器 都執行這個 都執行這個嗎 有 ok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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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使用jutan 還有另外一個好處 但是我覺得你們不一定會想要這樣做 好 所以你可以nip 一個tml 所以你可以新增一個tml 然後這邊就會有一個tml 會不會有產生 可是因為我們以807好 所以 感覺不會有那種感覺 比較不會有那種感覺 比較不會有那種感覺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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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一種方式是什麼 你可以使用下面的來自行 這個好處大概就是你可以手中可以做些改變 不過其實其實啊 這是其實啊 你要做目中台在這邊 如果你不目中可以自行自行的話 你是不是用它躺在這裡 嗯 嗯 好喔 然後呢 好 就回到我們剛剛所碰到的一些東西 所以第一個叫eventory file 那什麼叫eventory file 就是把主機跟ID 或是一些相關點之一 把它怎樣寫在一個檔案裡面 最簡單以把是主機的名稱 然後後面帶的選項 那後面你會帶什麼選項呢 比如說它的ID 帳號 Po 密碼 或是Key 可是你不可能這樣 這麼輕鬧 一台一台寫的啦 所以如果有定義到 ensy.co.n.config 的時候 有的default裡面 就可以 獨立的寫 OK 好 所以在ensy.co.n.config裡面呢 這邊預設有叫default 有叫default 有叫default 舊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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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用host file 就是你那個主機對應表 的檔案名稱叫什麼 現在新的版本已經改成叫什麼 inventory 叫dops inventory 叫dops inventory叫dops 然後後面帶你的檔案名稱 就看你ensy.co.n的版本 以後是比較新的ensy.co.n 他會警告你說 可不可以不要再用host概念 我們要氣用它 他會唸你一下 但是他還是會讓你用 還是會讓你用 然後呢 遠端的使用者 找到這什麼 然後呢 你要不要去做 要不要去做那種 就是你檢查sst 寂寞的動作 如果一開始 你是時間環境的話 你可以把check in 你可以把這個檢查器 把它改成close 好 那我自己很喜歡這個 這個設定 就是當你發現 執行到禮拜的時候 有問題的時候呢 它事實上會做成 一個retry 就是retry 但是呢 存在的地方 其實我比較喜歡 建立一個 在目前的目的底下 建立一個 ensy.co.n-retry 但是這是我個人喜歡的 不然我會覺得 因為如果你有個blankbook 叫avc.yml 對不對 那到時候就會變成 avc.yml.retry 那我會覺得很醜 我習慣把retry 把它集成為了一個地方 但是不一定要這樣做 那這邊有一個叫fawks fawks叫平行處理 什麼叫平行處理呢 我們說 A型主機呢 就是針對所有主機 處理對不對 可是預測是怎樣 預測是五個五個五個處理 也就是如果你有二十台主機 它就先升級五台 再放五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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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有這個想法 我剛才講過 就是因為 你如果是一個 有負載平等 low-base的環境 OK嗎 但是如果你沒有 low-base的環境 你在領端上面 你要做壓力測試 你可以怎麼玩 先開100台1A 然後把fawks開到99999 要到什麼意思 代表所有的機器都會執行你 接下來要求他的工作 所以 比如說 update rbmdb 或什麼 或是 CPU Ging很高 你就可以知道 你的壓制可以受到多少 所以會使用fawks 這個就是預測 比如說 他有故意到你要使用什麼 low-base 要什麼low-base OK 好 所以看一下 所以ANSIBLE 按照使用上 會有不同的功能 會呼叫不同的margin 所以這是為什麼 為什麼我們會去想 我們會去辦這些workshop 或是做一些焦點 為什麼呢 因為呢 我覺得不太有可能 不太有可能 大家會把這些module用完 太多了 太多了 舉例來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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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呢 什麼呢 比如說Cloud module 第一個 如果你有使用almazon 你看這邊有almazon的module almazon的一櫃對不對 好 然後呢 這邊adrile module 微軟的功能 adrile我留一些 所以我效果的話 我就是會透過 好 比較早就給大家 可以 你們有在A9上借過BM嗎 在A9上借過BM啊 如果你要使用那種互動的方式 你要選power share 你覺得很想死 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 如果你要在A9上面借很多台機器呢 你也會覺得很瘋狂 所以這樣我就怎麼辦呢 OK power share 先看我們沒有作弊 怎麼叫沒有作弊呢 目前的虛擬機器 只有這一台 這是我在玩那個Covernalise OK 好 我們就做A9這個指釘 因為我以把他寫成這種負重的方式 第一件事情 你要介紹哪個group 預設值 你要預設值 站好是誰 從幾號開始建 然後呢 VM的大小 然後呢 你要建什麼樣的作業系統 然後呢 什麼版本 然後呢 製作弊 製作弊 我自己會自己回答三個問題 幾個問題 對不對 我就可以在A9上面建立三台機器 站到這三台 MIMAS 我剛才互動提進去的 然後開在A9的某個group 然後你就可以做別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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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開玩 一樣 異屬也是一樣的 就是我們在 就是Pobby Cloud 做的事情 那一樣 你在你的load code machine 上面 也可以做別的事情 重點是什麼呢 重點是你之後 就可以自己寫上這樣的 方式 甚至你可以完全不互動 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 A9的某個 直接開一百台 這也是我們會 我們會做一些彈性 好 那這就先給他 那就回來 出來 好 A9的某個 CentryLink Cloudscape 我沒有用 Cloudspec 我自己沒有用 比如說 Beach Ocean 我有用 這也是個功能 Du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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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說人也很多 我都謝了 謝了人也沒用到 Google的GCT 所以三大功能都有了 還有什麼Linno OpenLabor OpenLabor OpenStack 然後 這一直在增加 然後什麼 RedStack RedSpace 然後 像我有在管這個 BMWare 因為我在管 BMWare的機器 像我就是透過 BBMWare 我是透過 Anchip 來控制 BMWare 它上面BMWare的建議 光Cloud 就這麼多 還有其他 其他 有的沒有的 Budget 其實是一堆 快速給各位 View一下 所以你會看到什麼 Message Budget 比如說 萬一發生 狀況的時候 比如說 丟東西到Stack上去 或丟東西到其他的 然後 放在Module 可以做什麼事情 幫你把東西 然後沒有講 可以Copy到Mask 或Copy到Stack 或System Module 可以借使用者 社群線 一堆 OK 好吧 這個 我記得再看吧 另外在這裡 我再建 好 這裡 這個建的Mari 其實 其實是 H在建的Mari 可以看 機器看 接著 好 那我們就來玩一下 玩什麼呢 這邊 所以在這個Breadbook裡面 做什麼事情呢 我們在上面都幫你把 它的什麼 它的相關資料放上去 好 所以 第一個讓各位玩的是 CameModule 什麼叫CameModule 你可以按這一行 看一下 Enter CameModule 顧名式就是 你到它的機器上 下Came 然後這個-a 就是它 它下CameModule 你要下Came指定 所以 要做什麼事情呢 我們到 所有耳機上下CameModule 它開多久 為什麼要使用Jupt呢 Jupt好處是 Pocket跟使用者互動 所以事實上 你可以把L-time 開成 比如說呢 QE WB 一樣 開成 OK 所以你可以去改這個 你可以改到中間 對不對 然後去試試看 但是其實我們不常 我們比較不常使用 我們比較不常使用 CameModule為什麼 因為有時候 我們必須要把兩個指定 串起來 所以它有一個兄弟跟老朋友 它這個兄弟叫 Share Module 好 它這做什麼事情呢 所以呢 一樣 Share Module 我們來說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去下RPM-A 然後呢 去Sort 去看 大家有在這台機上 裝了什麼樣的套件 好 那我們想要做個練習 所以如果 如果我要 如果我要去裝Tailmate 怎麼辦對不對 所以第一件事 我們先查詢一下 在這台機器有沒有裝Tailmate 答案是沒有 去下RPM-A 然後發現沒有裝 那你說沒有裝 怎麼辦 對不對 怎麼辦 很簡單 你們現在用的是 OpenSuser 所以它的套件管理模組 叫Cyper 所以呢 我去呼叫Cyper模組 大家講Name 請你裝的套件叫Tailmate 好 請你裝的套件叫Tailmate 好 那我們也順便 打開 Module給各位看一下 各位的Ansi不會要變強 其實很簡單 就是去看一下人家模組 大概寫什麼 所以當你打開這個模組的時候 你往下看 你看看 其實有一個很簡單的想法 就是 你唯一要看什麼呢 你唯一要看就是 這邊現在沒有寫 要裏塊 就是一定要寫 就可以了 就是必須要寫 那如果他沒有寫裏塊的話 不要理他 那這場片有什麼呢 這場片有比如說 最新的啊 現有的啊 移植他 大部分的話 你大概就是看到 就是reset 跟accent 這兩個最常識的 好 所以當你一質疑他的時候 剛剛這個動作的時候 你會幫你他做一件事 做什麼事情 他就幫你把套件裝起來 幫我開一下投影機 請問在目前投影機上面 是什麼顏色 黃色 那我講問一下 如果啊 這個指定 我在指定是個發音機 綠 對不對 所以第一點 你看這邊有個東西叫change 他能幫你去改變他的狀態 黃色他的朋友 對不對 那為什麼是綠色呢 那本來現在本來就有了 明白嗎 所以當你使用insiple的時候 如果他本來就有了 他不會幫你動 他會幫 如果他本來沒有 但是你要去拿油 他就會變成黃色 因為他會幫你改變機器的狀態 OK嗎 好 真的幫你裝了嗎 所以呢 查一下 有喔 要從tell name 1.2 hp70的版本 那你說裝簡單 那我可不可以移除掉他 可以啊 所以一樣是剛剛那個module 一樣是針對tell name 然後我們把state 大概有什麼 這個跟上面只是差一個在什麼state的狀態 所以其實你會非常非常好去控制他 一樣去查看一下都會被改變 對 各位要知道一件事情 因為現在的資訊的改變 你會發現 各個不同跨領域的人都要合作 對不對 所以呢 比如說那時候我們在做insiple的時候 我們的什麼 我們的供應是什麼 我們的供應是什麼 我們的供應是透過像julter這樣的 這樣的一個介面 做什麼事情呢 我們透過insiple 讓他可以 讓其他領域的專家 可以做什麼事情呢 他只要點一下他們server的IT 他只要去按shilt enter 或是lock all 他整個class的環境就要進進來 為什麼 IT的人會建環境 但是呢 他不一定會算領參數據 他不一定會了解什麼 對不對 所以IT的人知道環境 但IT的人知道說 城市在跑的時候 是單的還是雙的還是多的 但是其他理念不懂 所以你可以透過這樣的方式 把你跟他切的 合作上切得很密 但是呢 全程上都切得很開 好 然後呢 這是一個fire module 所以剛剛是什麼 剛剛是裝檔案 他在做什麼事情 我估計叫一個叫fire module 然後他想說 請你幫我建議一個檔案 touch 對 叫做test.tsd 有沒有 這邊有看到 在root底下 接個叫test.tsd 真的嗎 透過share module 去下ls 去看一下 目前的檔案 目前的檔案 目前的目的下 可以叫做ls.tsd txt.tsd 那既然可以建檔案 當然也可以設定選線 就是你code的選項不一樣 這邊code的mode pubition mode 你把他決定改0777 好一樣檢查他的結果 那檔案可以鍵 目錄有沒有鍵 有問題 一樣透過不同的step 從file把他改成 對 對 下五招 各位 今天最重要的module出現了 今天最重要的module 就是有一個module 叫setup margin 所以你今天唯一唯一唯一 必須要打起十二分精神 就是你要一定要去放這個setup margin 你可以通過setup margin 你可以看到這台機器的一些內容 比如說你的IP 或是一些其他的資訊 你的主機名稱 你的座位系統 你的hardy的大小 然後你就看他幾個型的 他開的東西還不錯 還適合 然後再加上他會催淋 這邊有沒有看到T SSAT 所以你可以通過setup margin 把這些什麼SSAT IP 還有你的座位系統版本 都可以拿來再利用 好 看一下各個機 這邊會很安心 for the distribution 是open source的DIP 然後呢 它的赤板本是42 知道嗎 spreaded rate是42.3 所以這邊可以利用什麼 這邊不是會告訴你說 它的座位系統是什麼嗎 所以這邊就可以做一些 就是說 你可以下一個判斷是 當它的座位系統是open source 請call Zyper模式 當它的座位系統是ubuntu 請call APT 當它的座位系統是fetola 請call YUF 代表什麼意思呢 代表你可以寫一個 NC for the breakbook 但是適用所有的座位系統 一個答案打全部 而且你不用請 非常非常複雜的盤和詞 你只要寫一個 會當 這個 等於誰 以後我們就感到 而且我們等一下會有個例子做這件事情 所以你可以指定OS 你可以指定它的什麼 它的質感 OK OK 好 都有執行在這裡嗎 有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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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所以我們事實上 它有關於叫breakbook 什麼叫breakbook呢 就是你把一個一個一個的工作 寫成一個文字檔 我們稱為叫breakbook 所以你要針對誰做什麼事情 怎麼做 借戶叫什麼模組 對不對 對誰做什麼事情 我們把它寫成文字檔 我們就稱為breakbook 好 所以呢 這可以做什麼事情呢 以我們自己的例子來說 假設呢 我要建一個spark的cluster 我要建一個重啟 是不是有masker 跟slap 一般如果要宣誓 怎麼辦 沒點痛苦 為什麼沒點痛苦 你可能是從外面把key 扣進去 可是如果你要建十組 十組cluster 崩潰 因為你不太肯意 先建好spark 把key的撒進去 可是呢 你透過像n15的方式 你可以先call master 剛剛有說 幫我建議把他自己的key 然後呢 再使用其他的模組 把那個key 把它傳送到slap 這樣好處是什麼呢 好處是 如果你透過n15來建的重啟 的cluster 每一個重啟的key 都是獨立的 不會故障一下 很多在管商 很多人在 很多在管那個cluster的那些 叫做最痛 不是最痛的 最乾淨的就是什麼 我的手套跟你的手套 混在一起 對不對 而且如果你是時間環境的 根本就不用去做這個 保管key這件事情 你就是使用n15 欸 產生一把key 這把key就random產生 對不對 這把key丟到 你所屬的這一群裡面 這是一個好處 這是一個好處 怎麼做 第一件事情 我們說 如果是master staff 對不對 我master要照 所有staff的IP 你要有個檔案喔 那是master是誰 然後staff的IP staff一 staff二 staff三 IP是多少 你知道嗎 你覺得master staff 要怎麼寫 寫死你 會這樣 但是如果是什麼 如果是使用A0呢 很多人報到 只要一行就好 這個叫註解 註解 所以呢 如果你要使用 你的那個 你的那個 你的那個staff的IP 要把 打壓的IP建起來 如果要使用IP的方式 就是什麼 就是 估價的一個 host bar 就是請你把 請你把 主機的 A0的 預設的IP 做位置 team 對不對 如果你是rsa 就這樣 然後把它的team 丟進來 那就變一行 一行 那呢 你如果是要FQDN 就要讓帳號 就是你的那什麼 你的主機名稱 一樣一樣 你是呼叫一個 host 的FQDN 一樣 那他想說 你的加密方式 然後呢 一樣 請他把key放進來 就滾了一行 而且這個人類大家都看到 主機的IPv4 rsa 然後呢 key 如果你有去看過那個 normal horse的檔案 就知道了 對不對 那如果你是要使用 share skill 我就真的不知道要 要怎麼樣放那個 放那個正義 然後放到你出文字 ok嗎 這個你在A0寫的 就很輕鬆 但是如果在share skill 我就不知道該怎麼 還有 還有 stats 這真可愛 寫個回宣 不回宣 針對某個群組 然後呢 請他怎樣 請他去點路 stats 主機的名稱 然後呢 ID 不回宣吧 拔著 requis 充 拔著 右 邊 賣 顏 那 你在Tracebook,你要把10台主機的IP 把它merge成一個檔案 你要花多少時間 花到你的眼睛會哭出來 真的會哭出來 但是在IT我就選這一行就好了 借一個論文 借一個論文 剛才講說某個群組 輕易把它寫它的主機名稱 IP 收工 Andle for 這個比較好用Seal Squish 我還是不知道該怎麼辦 這很像在考試 想設計一個陣列 UGG 寫出來 而且你要設計兩個陣列 或是T-Variure的方式 這個寫大概寫到自己 所以所謂是Black Book Black Book 就這樣跟大家講對不對 那這對誰要做什麼事情 對不對 然後呢 好 同時去做 那H5的好處呢 它事實上呢 它就是會一個階段做完 再做另外一個階段 所以很適合什麼 很適合去組Cluster 然後呢 當你使用Play Book的話呢 它事實上是 它是用Yarmo的語法來做鑽形 所以呢 你會使用Inc4-Play Book指定 這個呢 就是剛剛我們在A族上面 這邊 這邊也可以看得到 這邊有三個 黃色的Change 對不對 這邊就會看得到 在這個地方 我們已經在A族上面 建立三大機器 不然以往 以往你要做這些事情 你是按建立區域器 先找區域器名稱 點大小 點密碼 輸入密碼 點Size 點同意 再來建立 可是你搜尋A族 你就發現 那什麼是Yarmo呢 其實你會發現 現在大部分都 其實我真的覺得 大家現在很多都要用Yarmo語法 因為現在像 谷歌大提斯 Dark Compose Ansible 都要使用Yarmo語法 那Yarmo語法很簡單 因為人類都太懂 所以第一個 用三個Dash開始 有個不下OK 注解用幾字號 然後呢 Stream 物理 他最常用的是 用這種什麼的list 或是referies 就看到什麼冒號 往後 往後疊一亮的Comp 然後你會看到 或是用什麼 一個Dash這樣子 用清單的方式 那當你使用Breadbook很簡單 每一個Bread就發揮說 你要對誰做什麼事情 然後你給他一個工作的名稱 然後要不要去Become Become就是以前的許部 就是要不要切換成管理者 這尤其出現在什麼 公有理 像A群那一種 一開始根據是一般使用的對不對 要透過序度來寫 好 然後你要把他設定的變數 好 等一下 Hand on之前 做什麼事情 先觀察一下 這個到底是什麼東西 在這個目的下 這邊有一個壓力 看到嗎 好 所以這個壓力 可以看 機器上面也可以看 各個機上面對不對 我們針對所有的機器做工作 做什麼事呢 我們去實際塞拉的Marjo 然後呢 烏教我們就要塞拉 那這邊很簡單喔 這邊就是去看 兩件事 一個 我們請他去判斷 如果他的作業系統 是SendOS 或是 OpenSUSE LIP的話呢 怎樣 就請你去使用 Share Marjo 去使用RTNHQA 去看你的裝KLNA 那如果這個 家伙是Ubuntu的話呢 請你進行指什麼 一個指叫BGKG 所以你會發現 這樣的方式就可以 適用到三個桌心 有沒有看到 那如果你到時候 真的要安裝的時候 怎麼辦呢 就是不同的作業系統 呼叫不同的模組 也就是說 如果你是OpenSUSE 然後請呼叫Zive模組 如果你是SendOS 請呼叫Y1模組 如果你是無邦主 請呼叫ABT模組 所以你使用 會員條件 來去做 OK 那其實緊張不太簡單 你看我們 就是那麼可愛的一行 Share Antone 我們透過一個 指令叫做 AnsiGo的Praybook 然後把這個 一樣的檔子寫起來 那一開始這個 紅色比較緊張 而且我們的設定 一個None 一個None就是 萬一出現失誤就是繼續跑 因為這實際要 要突出錯誤訊息 你一開始沒妝 然後呢 去幫你檢查到臉沒有妝 去幫你檢查到臉沒有妝 然後接下來 修啊 去做 安裝的動作 OK 那些渾哥 用來做 我手用 我手用來做 把他把他弄成 他為 事實上一直要做什麼 一直按 他訊成一個訊息人就幫他做完 剛剛才進來的朋友我們有一尊病毒 這個情報的病毒 BIT-L1 然後Sakana 2018 10811 J811是一個 那如果你在Azippo有興趣的話呢 跟各位推薦有一本書 就是O'Reilly有一本書叫做Azippo Up and Run 這本書他有中文版 我不知道K英文 大中文版 然後呢 這邊有個Dint 就是我有去 連過去的是我的部落盒 但是我有去把那個TAG 把那個標籤去過濾出Azippo的部分 所以如果你有興趣可以看 就是我這邊有寫了一些文章 那這邊可以看了比如說怎麼去安裝 什麼Azippo CLI 啊 或是其他的 怎麼去使用Azippo 跟Digital Ocean 這個你也可以看一下 然後咧 我有在DTub上面放一個 放一個Repository 叫做 Digital 也放 Digital也放在上面 然後這上面我有放MindMap MindMap就是C字 什麼意思呢 就是 各位是要MindMap的嗎? 新制度 所以你不用操皮器 所以到時候呢 你有興趣你也可以看一下 從這邊去下載這邊的新制度 所以你會發 你這邊就會看到我這邊有些翻譯檔啊 有些筆記啊 然後補一些文章啊 然後補一些文章啊 然後呢 我都有把它寫一下 然後都有中文囑題 中文囑題啊 中文囑題啊 好那這邊有 這邊 這邊就是我剛才提的 上面是我的Hop 那如果以對Ansicode 有興趣的話 就沒有論文的Ansicode EveryCode OK 然後呢 我們今天上課練習的 Dark的容器 我也把它放在 就是DarkHop上面 我也把它放在DarkHop上面 不知道有沒有什麼樣的問題 因為其實 其實Ansicode的Washout 還蠻簡單的 因為其實重點是什麼 所以你要讓Code 就是要什麼時候去使用它 接下來就是套用不同的Marjo 有沒有什麼樣的問題要問 還是會等一下在使用PrayListock 然後 狂練這樣 有問題嗎 順便讓各位看一下 看什麼呢 HB一直到一個感覺 PrayListock 好 所以一般 一般我會怎麼做 我個人 我個人會怎麼做 如果有餘的話 我就放一個 agio的PrayBook 這上面就會放一些 我在寫的agio的PrayBook 比如說 我怎麼樣去建立畢業 怎麼在agio上面建立畢業 OK 然後比較好玩是什麼呢 比較好玩的是 在後續之後 所以我喜歡一個技巧 應該蠻好用的 這邊有一個技巧 叫做VAS的Prompt 它這個VAS的Prompt 做什麼事情 就是各位大家看到對不對 它還跳出一個VAS對話 就是物中的對話之中對不對 然後你說 請輸入某個訊號名稱 然後它就會把它取得在變速 然後會放到下面去 它可以讓你的PlayBook更彈性 還有一次嗎 所以一般我可能會怎麼利用 我可能會怎麼用呢 所以你會看完我的PlayBook 大概我會怎麼分 第一個 我會發現 不同的公有員 我用什麼樣的PlayBook去做 第二個 我會發一個Journal 就是一般的目的 比如說 我想要透過它來裝agio CLI 我想要透過它來管agio 來安裝SAFE SAFE是一個分散式的組織系統 我要準備讓它去裝SAFE的橫海 比如說 我要透過 我要透過 A14果去裝agio CLI 我要透過A14果去裝agio CLI 我要透過A14果去裝agio CLI agio CLI agio CLI去監控 就是可以去架設監控的主機 跟背景控燈 然後我準備要去組spark 不然我這樣做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台灣是一個 台灣是一個 非常非常喜歡客製化的地方 你會發現啊 當你做了一個模組 做這個模板 你永遠沒有辦法 你做完這個模板之後 你永遠沒有辦法套 沒有辦法套給其他人 因為老闆就說 不對啊 你做得跟他一樣 那你到底做什麼 所以你要幹什麼東西 對不對 所以當你接到案子的時候呢 或是你接到工作的時候 當你接到工作的時候 這個案子其實是要這個再加這個 對不對 這小改這個 所以我們就會發展 我們就會把這個工作這樣拆分 也就是這台主機人 同時要裝agio CLI 同時要裝save 然後我們就去gromp這兩本 那像我呢 在停A15的時候 還會做一些事情 那如果你今天只有理會 你不用理會 你沒辦法下班 你沒辦法下班 這樣之後可以call 對吧 對啊 沒有錯啊 你怎麼想要 讓自己激通臉的方法 對不對 啊所以呢 所以我的做法呢 我跟我同上的做法 都是自己 是 我就是把它寫成 jiped hub 只請人打開這jip hub 對不對 ship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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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萬一他要做的東西 跟你有一些差異性 你覺得他自己改善沒有東西 還是要請做一些始作啦 始作才有改善 沒有實作就沒有什麼在那裡 沒有實作就沒有什麼在那裡 他有其他問題嗎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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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喔 就放大家離開囉 我希望海盤 我覺得海盤 因為我們都已經把 我記錄了 就是把教練都準備好了 OK喔 好 所以就謝謝大家 今天來參加這個 workshop 謝謝各位